不用加一滴水和啤酒烧的小龙虾你吃过吗 处理好的小龙虾加姜片葱段料酒和食盐腌制10分钟 锅中油热下龙虾炸至虾壳变红捞起 开大火再复炸一遍时肉质更加紧致 另起锅葱姜蒜爆香 好吃的关键是这包焦香味的龙虾调料 一包下去就不用再加任何调料了 小火煸炒出香味 加入炸好的龙虾开大火翻拌均匀 最后再加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撒上灵魂半鱼白芝麻 好吃的焦香味的龙虾就做好了 学会之后你老公再也不去外面吃了 一口一口太香了